從3A,3A開機就是一直都很保持平平嘛 對啊,因為我覺得我每年回來就是 4月的時候就是總是買人家一排 對啊,然後等到5月的時候才開始 有那種比賽的手感 就感覺我還在 春訊的樣子,剛好春訊的後半段 那種4月在丟的時候都是這樣 所以 直到有手感之後,然後什麼感覺 都來了,而且 再回到大聯盟,那種感覺又是不一樣 對啊,就是因為只要面對這一個打者 可是 你必須熱身好幾次,就是要一直都在準備 對啊,因為投球數不多嘛,你可能一球 就把這個解決掉,一球 就被打下場也不一定,對吧 當下是很起伏的,對 因為 那時候也是大聯盟的總教練 親自來小聯盟 就是 向我開會嘛,因為那天 大聯盟總教練跟投手教練 還有小聯盟的 熏迴教練 對啊 還有我們的 小聯盟管理 小聯盟管理 還那天 就還 尤其都蠻 都算是高層在場 那我就想 我也問了 因為那時候是葛雷諾幫我翻譯的 我也問了葛雷諾的狀況 他說 先上大聯盟為什麼不好 對啊 於是整個 也是啊 先上大聯盟比較緊 對啊 所以也沒有想太多啊 就是 OK啊 就是 再熟悉 再熟悉回這個角色 這樣子 因為我相信 因為我 球隊也知道 球隊也跟了我幾年 他們也知道我都是 比較慢 屬於慢樂的吧 對啊 因為每次 前面都是比較 季初的時候就會比較 像去年 跟今年 就是一開始就是 表現頻頻啊 就是 有 有好的局數 又有 壞的局數 好的局數 壞的局數 不會像今年中繼這樣子 就是這樣穩穩穩的上來 這樣子 對啊 其實月頭 整個狀況越來越好 其實那時候 我也只是 就是每年都會把 每年都會在季中做 我算是做蠻多東西的啊 就是 不管是重量訓練啊 就是 每一天的 每一天的量就是都要夠 就是啊 然後也要給自己 適當的休息時間這樣子 啊然後 不會讓自己那麼累 因為球技 一 一百多場比賽 對啊 對啊 因為你也必須要休息 包括 你要有體能訓練 又要有重量訓練 包括你要有時間治療 規律的生活 對啊 那些都是要 在球場上你都要自己 自己知道要怎麼做 對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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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